嗨,大家好,我是威士尼 這邊我要介紹一個新玩具 是我從蝦皮拍賣帶回來的這組電鑽組 我們看一下 那它的盒子看起來其實相當的小巧 然後呢 導致它的那個盒子正面的部分 看一下這是另外一邊 OK 那把手的部分 我們現在先把它從袋子裡面把它拿出來 那應該它這裡其實已經有點破了 所以我們直接就把它 袋子先取出來 好,那我們看一下裡面有哪些東西 把它的扣環打開 那我們看一下這是 一整個組合包包含了一些 常用的工具 然後這是這一組電磚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電磚的部分 然後拿出來拿起來其實有點重量的 OK 那它這邊的話上面的話呢 可以調整 OK,它1跟2 不知道 這一支應該是沒有 電錘的模式啦 它可能就是速度1跟2而已 影響中這支是沒有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它側邊的部分 然後這是後面 那它這是18V的電池 那它這個電池還沒有裝上去 下面是它的插座 OK 那這是它前面的部分 好,然後它採用的也是這種 三字頭的這種 夾角 所以它可以夾圓字頭的那個 轉圍 那一般的六角頭也是可以 裝上去的 然後它這邊有它的正反轉的切換 它裡面有電 它已經裝上去了 這應該是已經裝了 對,所以它已經裝上去了 那它這個是可以 拔起來的 好,這是可以拔起來的部分 電池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它是 應該是電刷的部分 因為它上面會有火花 可以看到 電刷的部分的話 裡面會有火花在閃一下 OK,那 它的扭力應該好 還蠻強的 OK,手的一點 過不太住 那它這邊可以切它的段數 預設在第四段 OK 好,那就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上面 這個1跟2呢 它其實做調速的動作 我們先看1的速度 大概是怎麼樣 現在切換到1的時候 好,大概就這樣子 的速度 那 假如切換到2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速度變得非常的快 好,這可能比較適合鑽東西 鑽東西的時候 所以2的速度比較快 那1的速度會比較慢 好,然後 這邊有正反轉的部分 這是 正轉反轉 這是 這樣子 這樣做切換 切到中間就是保險 就沒辦法壓 然後 本身它這邊都會有這個散熱的 這個 氣孔 然後這邊的話 按下去的時候呢 就會有那個電量 可以大概知道一下 目前電池的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綠色 這代表它電池充滿了 好,然後我們看其他的介紹的部分 OK,那應該基本上就沒有其他要需要 解說我們看一下它的配件包 部分 有這些常用的 有關於 這個桶套 可以桶套的這種工具 那 幾乎大部分尺寸 常用尺寸都有包含在裡面 然後 它還有附贈這個磚頭 OK 一個磚頭 那我們看一下還有哪些東西 還有這個 螺絲 十字旗啊 平字旗等等 還有這個 圓筒的 六角頭的 然後還有這個轉換套頭 OK 它基本上也都有附 那我們看還有 哪些 其他的都是一些它的磚頭 鑽尾磚頭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個 十字旗跟平字旗 兩種可以切的 然後這是大的 去做轉換的 六角 六角的 大小去做轉換的頭 然後可以看到好了這麼多的這種 這應該是水泥磚頭啦 應該前面會有一個這樣子 箭頭的 形狀 通常這都是水泥磚頭 然後磨起來手有點鐵粉的味道 OK 好那 這是相關配件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有他的 使用說明 還不錯 是中文的 軟體中文的部分 那所以 基本上可以看著這個 來操作 那他這個說明也相當的詳細 個人覺得還不錯 好 然後這裡有這個 舌管 這個的話呢 主要是方便於說在一些 比較奇怪的角度 他沒有辦法 磚 這個 自動的這個磚頭沒有辦法直接 身上去磚的時候 或者是直接鎖的時候呢 那我們可以用 接上這個東西 OK可以接上去 這邊 稍微接一下 好接上去之後他其實可以透過這樣子彎的角度 OK好就可以去這邊可以看到他可以直接做轉 轉的 這樣對於一些比較沒有辦法直接 去 酸到的一些 死角啊 或是一些角落部分 可以透過這個舌管 直接來做 那個 東西的 酸 頸的部分 那我們把它 先拆起來 所以這個舌管 個人覺得很實用 那本身他有付保證卡跟他的這個公司 他都有 所以這個應該出問題都是找得到的 三個月的售後保固 OK 所以個人覺得他的這個還蠻詳盡的 這邊還有兩支撞尾 掉出來 然後還有這個 配電器 應該是變壓器 這是充電 做充電使用的 那個人不知道他直接接的話呢 能不能直接 就算假如哪一天電池壞掉的話 那我可以透過這個來使用嗎 這個的話我們來 做個 測試看看 我們先看一下 變壓器呢 他只能直接插在電池這邊充 所以你必須要把電池拔起來 電池拔起來之後可以看到 下面這邊會有一個 可以插這個的 OK 所以他要這樣插著充電 好他所以他不能直接 直接透過他這個 直接充 OK 好那我們今天就 讓 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從 蝦皮帶回來的這個 電動工具組 那我是威斯利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